这里是中国新疆的喀什古城 每天清晨,古城会照例举办开城仪式来喀什 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这场精彩的活动 大多数维吾尔族姑娘们的名字中都带有鼓励 寓意着像花朵一般美丽 眼前这位跟着爷爷一起跳舞的沙拉麦提鼓励 正是喀什古城中众多鼓励中的一位 沙拉麦提鼓励能歌善舞 也能把生活打理得有滋有味 他在喀什古城经营着一家旅游家房点 鼓励的家 但凡来古城的游客都对这里有印象 我你都走了 我以前орт人这位套银来绥和衫儿 还要去些会议我 在买了沙拉麦提供 我会议你的功语 我以前是潺的研究队 在这位套银里的研究院里 我 radiation下的功语 这位套银里 我认为 est约三几百通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宫 我认为你用库银和宫 我认为你用库银8根的那边 五年前,沙拉麦提古利还是古城景区里的讲解员。 根据众多游客提出想在古城感受维吾尔族庭院生活的想法,沙拉麦提古利认为这是难得的商机。 得到家人的支持后,他将古城里的家打造成民居,接待各地游客。 一年前,沙拉麦提古利议在中国,沙拉麦提古利议在中国,沙拉麦提古利议, 在抖音平台上开通账号,对外推荐古利的家。 从此,外地游客慕名而来,看到互联网带来的推广效应,沙拉麦提用自己的账号无常推荐着左邻右舍的手工艺作坊,也推荐着喀什古城。 这个葫芦上面也是一种摩蛋花,特别的好看。 葫芦是多自多福的象征,所以我们为了喜欢在家里刮葫芦或是想开店。 我们在家里刮葫芦,我们在家里刮葫芦,我们在家里刮葫芦,我们会变成大户ね。 在新加州的位置刮葫芦,我们在家里刮葫芦。 我们在家里还没有吃过一个饭,我们都没吃过一个饭。 我们在家里痛苦,我们都不能吃过一个饭。 每天早晨 开城仪式结束后 沙拉麦提鼓励会在店里 与员工们商量接待计划 在商量接待会上,仪式结束后 因为我需要做一些双唧都在建议 我需要做一些双唧的 你需要做一些双唧都会做的 我需要做一些双唧的双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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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年,沙拉麦提鼓励将服务的重点放在温暖二字上 她专门跑到上海、云南等地的旅游民宿点 体验考察,学习当地在旅游接待方面的优势 现在,家房点不仅能为游客免费教维吾尔族歌舞 还为住宿的游客提供接送服务,提升游客的体验值 今天,我们在家中的干部人下冬或许多兴 现在,我们的商量导运来,我们在家的工作室便是出品的 我们在家中央有点看